刚刚我们通过的这台杂机 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杂机 它是来自我们福州软件园的神威易马通 究竟跟普通杂机相比 它特殊在哪呢 今天我们就请这里的专业工作人员来讲解一下 因应对二次疫情防控需要 我们这台杂机具有人脸 身份证健康码 愿意种方式即可通行的功能 访问人流通过的时候 我们的系统自动记录的访问时间 以及访客的信息 它达到身份匹配了之后 也提供我们的企业 进行一个考骑以及信息源源的管理 那我们现在可以试一下吗 比如说我要过这个杂机 好 请您站在这边 我刚刚可不是在玩 而是在检测它的灵敏度 可以看到刚刚的这个灵敏度是非常的高 透过一台小小的机器 我们可以看到 企业为了二次疫情防控 弄下了不少的心思 为这样的企业点个赞